Hello 大家好 It's Jeff Studio 今天要來玩玩最近很流行的Flappy啊 Flappy Bird 那我們馬上就直接開始遊戲吧 我覺得這個遊戲真的是超級困難的呀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它這個遊戲就是一直點那個手機的螢幕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 在飛 然後要一直點 然後非常的困難 就是很容易就死掉了 然後我目前最高分只有到31分而已 聽說就是真的超級難的 不過我看到有那個就是世界排名啊 居然有人可以到就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數字 我真的覺得不知道它怎麼做到的 而且手要可以按這麼久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然後我今天的目標就是可以 就是超越我目前的最高分31分 就是可以達到32分我就滿足了啦 然後這個遊戲就是 目前還蠻多人去苦手這個遊戲 就是有人就是玩一玩 然後就用那個鐵錘啊把手機給砸爛之類的 然後玩這個遊戲唯一的就是 就是唯一的語言就是 你只會一直尖叫而已 就是為什麼又死掉了 然後還會怒吼 對就像這樣子 然後這個遊戲其實就是還蠻大發時間 而且它就是 遊戲的那個 佔的容量很小 大概才800多K而已 所以就是玩起來 然後又不耗電啊 然後又 總之就是各方面都還不錯 然後你們所看到的螢幕啊 就是會 稍微的小一點 因為我把那個上面的廣告給切除了 所以就是大家會看不到那個 那個區塊 就是最上面那個區塊 因為被我把它卡掉了 啊 一直死亡啊 我真的覺得就是還好就是 我覺得這個作者很有一個巧思 就是那隻鳥每次玩那個顏色會不一樣 對來人真的會覺得就是 一隻鳥重複死那麼多次 就是無限的死亡的感覺 好 因為現在我是用手機把螢幕傳到電腦上 所以會有那個 記憶體不足的訊息跳出來 不過那個沒有關係 不影響 好 天啊 我這個 可以撐多久啊 其實我只想要拍五分鐘而已 啊 又死了 其實我沒有想要拍很久 那 那 不行 我一定要破 破 破我的最高紀錄才行 啊 剛才真的是Lag了 好 我要專心了 我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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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我發現它最大的那個訣竅 是在於說 你要非常的心平氣和 然後手指 非常的有 穩定的節奏 對 要穩定的節奏才有辦法 順利的達成目標 好 我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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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隻我實在 它雖然說它是鳥啊 但是我覺得它 也長得蠻像魚的 它有香腸嘴 大家有注意到 而且它翅膀這麼小還怎麼飛上去 真的是不可思議 而且大家看它往下掉的那個方式啊 而且大家看它往下掉的那個方式啊 它是頭先掉下去的 表示它的頭 非常非常的重 哎呀 又看到了嗎 而且它每次 就是掉下去之後都要吃土 哈哈 就覺得這個遊戲很可愛啦 它按下去 欸奇怪了 又Lag了 嗯 記憶體不足 還是會有一點點的影響 雖然說這個 遊戲佔的那個 記憶體就是很傻 哎呀呀呀 不過因為其他的應用程式佔的 記憶體太大了 就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你如果要玩那個 玩這個遊戲 然後不想要生氣的話 你最好就是先把那個 你手機的那個 記憶體戰存了 都先把它清除乾淨 你的手機才不會一直Lag 然後一直死掉 然後那個31分啊 是我昨天 昨天的時候 欸就是非常的平靜之下 突然 超越了 就非常的 不可思議的 突然就 達到了第31根 水管 哎呀呀呀呀 大家有看到左邊嗎 左邊那個圓圈 它會有那個獎牌 就是你達到不同的層級 它會有不同的獎牌 在那邊 我昨天31關就是拿到金牌 非常閃亮閃亮的金牌 大家可以就是去 嘗試破不同的關卡 然後獲得不同的金牌 也獲得不同的那個獎牌 這樣子 話說我第一次玩的時候 只能夠到第2根那個水管而已 超弱的 但是 就是會慢慢的變強的 啊啊啊啊 又死了 呃啊才10級關 大家有沒有很好這個 這個是 呃算是銅牌吧 對因為我發現金牌比它還要閃亮 所以它應該是銅牌 就是達到10根棒棒 你就會拿到 一個獎牌 然後20根的時候拿到的是銀牌 今天不曉得有沒有辦法 有機會讓大家看到 哎哎哎哎 就是有時候會這樣子 我不知道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明明剛才已經破到了蠻高的分數 但是下一刻 馬上又回到了原點 但是下一刻 馬上又回到了原點 果然是那個 心情的平靜很重要 哎 我剛才有Lag 看畫面好像跳了一下 把它讓我們 心平契合的 來 對待這隻 小鳥 哈哈哈哈 天啊 我看起來有點要涼 哈哈 哈哈 有人就是在研究說 為什麼這個遊戲 會這麼的 火紅 就 自己來玩了就知道了 就是 你就明明就感覺很簡單 但是卻有如此的困難 你就會飛翔 要把它破除不可 呵 它其實是有一些訣竅 就是 它頭往下 掉下去的 當下 你在往上飛的時候 它飛的距離會比較短 然後你如果在 飛的狀態往上飛的話 你飛的距離會比較高 就是抓住這個重點 就可以控制它的那個 移動 的那個 食量 欸欸欸欸 看 剛才飛的時候 我在飛它就會飛得太高 所以你要讓它就是有點掉下去再飛 這樣它的那個 移動 往上飛起來的那個距離才不會太高 其實我覺得這個可以就是 有一點 劇情 就是 作者可以為這個 遊戲 加一個 簡短的劇情 讓大家在玩這隻鳥的時候 可以更有 那個 樂趣一點 就是你會知道為什麼 這隻 這隻鳥 一直要 不斷地飛越所有的水管 哈哈哈哈 而且到底 就是現實生活當中 有哪個地方 會有這種 長得這麼奇怪的水管 而且有一大堆 然後高度都還不一樣喔 欸我這個感覺 明明就沒有碰到 確實啦 我想大家看到那個畫面應該會有點LAG 因為就是 這個是手機傳輸那個影像到電腦上 所以會有那麼一點點LAG 因為它是透過網路啊 那如果 真的 太過LAG的話 大家可以就是 看最後的結果就好了 看我有沒有破關 啊耶耶耶 又死了 天啊 我開始有點不耐煩了 大家會不會也看到不耐煩 就 唯一可取之處就是這隻鳥還蠻可愛的 雖然它有香腸嘴 啊啊啊啊 真的是回到原點了 每次都是從零開始 然後 就 不曉得這個算是靠運氣嗎 還是真的是看技術 因為真的有神人可以達到就是那個 那個已經上億了吧 我真的覺得那個數字有點誇張 我真的覺得那個數字有點誇張 大家去玩的時候 就是它可以連結那個 你的Google帳號 然後它會有 記錄那個你的成績 在那個Google Play遊戲裡面 然後 它也會有那個 有些人是公開自己的成績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個公開的 那個真的超誇張的 那個上億耶 那個分數我一輩子做夢都不會想要碰到它 因為你看到那個你就會發現說 就是你過 你過一根柱子 你的手大概要點個三下 才會飛過一根柱子 也就是說它那個已經4億 不知道是不是4億啦 假設是4億的話 它乘以3倍耶 它的手 又在上面按多少次啊 而且這個遊戲是不能暫停的 沒錯 你會發現它沒有任何的暫停 然後它也沒有 退出 就是 以前的手機上面都會有那個返回鍵 它沒有返回鍵 是的 它沒有返回鍵 它只能按那個Home鍵 直接回到主畫面 然後 你再過一陣子 那遊戲就會被關掉 因為它其實真的站著那個基田小 所以 還好 沒有關係 我手機開始累個了 掰掰 好 拜託你不要LAG 齁齁齁 快齁 鳥兒乖乖 唉唷 不聽話 我也很想知道這隻鳥是 什麼鳥 因為它其實 我會覺得它的那個動作 還滿像飛魚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 好 好好好 要認真了 要認真了 唉唷 不行 那一認真就輸了 好啦 我還是放著平常心去對待它 它的聲音會一直讓我想起那個 馬力歐 感覺很像那個就是 多幾個聲音就會有那個 長大的感覺 唉呀 天哪 我有點 焦躁了 玩這個遊戲真的很容易焦躁 然後你會一直就是 唉唷 每次死掉你都會焦一下 這就是它的 魅力所在嗎 唉呀 我玩多久啦 欸那個三十一怎麼那麼困難 我昨天到底是怎麼辦到 唉唷 這個是星空的夜晚 就是它的背景 那個場景也會一直變換 就 作者很有巧思在裡面 好 繼續努力 然後很重點的就是它不是那個肚子 它不是肚子往下掉 它是嘴巴往下掉 所以導致變成說你如果一不小心 就不能這樣直接上升或下降的感覺 它就是一定是彈跳出來 然後就會很容易撞到 撞到水管 就是要看他 慢慢來慢慢來 它其實也沒有快慢 但就是要好好的 控制 跟你的手指做好朋友 不然他突然伊里亚弓那只 啊 你看 他就這樣 飛超過 這個真的是會 讓那個手在那邊 以後會有手抖的狀況 會有手抖的症狀 大概就是因為這個 Flappy Boat 還有Bird 哎呀 這隻鳥怎麼不好好飛呢 耶 藍天白雲 好天氣 哎呀哎呀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 有時候他就是判定 有時候怪怪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明明你還沒有碰到 可是他已經判定你 一定會碰到 接下來一定會碰到 所以他就直接先讓你死了 這是一件很吊詭的事情 我明明就還沒有碰到 這個可能以後就是持續改版 會趕進這個bug 不然真的有時候明明就是看畫面 你就還沒有碰到水管 但是就死掉俏了 還是說每隻鳥都有不同的屬性 就是他本來就是一隻 比較那個 不健康的鳥 嘿嘿嘿好像這一局好像有機會喔 哎耶 完全不能鬆斜耶 我剛才一開始稍微lag 想嚇死我了 哎呀 認真 認真 哎呀 這個認真好像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好啦 我今天再玩一個就是撲到20關 然後就可以結束了 真的覺得3C 要破3C真的是太難了 哎呀 不 拜託 讓我結束啊 好 我們這個實況拍不完的話怎麼辦 因為這個小遊戲就是不太需要剪輯 我不太想要剪輯它 我想要直接就從頭這樣撲下去就好 大家可以容許我不要剪輯它嗎 然後你們如果覺得就是 就是真的死了太多次的話 看不下去了然後非常的惱火 然後非常的耐煩 那你們就直接跳到最後吧 直接看結果比較快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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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那個我實況神奇寶貝的 呃 神奇寶貝就是 呃 因為它那個練功 它那個練等的部分就是比較麻煩 所以我 有時候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練等 然後因為如果實況練等給大家看的話 因為我還蠻無聊的 不過我還是決定就是 之後練等的部分還是會實況給大家看 因為我其實 神奇寶貝是在twitch上面實況的 所以 哎呦 真的 完全不專心就一直死掉 所以就是說就是 我會完整的實況我神奇寶貝的那個 遊戲紀錄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有些影片就是 它可能整齊練等的話就是 請大家盡量啦 因為它是 完整的實況 它沒有任何的 後製剪輯 然後也請大家就是 不用來問我說 就是那個遊戲從哪裡獲得 欸 我不會告訴大家的 請自行找那個 Google大師 欸 Google大師他會告訴你 欸呀呀 然後這個遊戲的話 這個遊戲的話很簡單 就是打那個 Flappy Bird 然後在Google Play 搜尋就可以下載了 它是免費的 那當然你要下載是要有一個 Google帳號 那我不知道iOS有沒有這個遊戲 大家可以去看看 就算沒有之後也會退出吧 因為這個還蠻受歡迎的 好 認真 認真 好 認真 認真 好 認真 認真 哎呀 跳不夠高耶 不是跳 飛不夠高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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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這個是 最後一次了 這一次還沒有打到我就要結束了 趕快大家幫我集氣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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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至少有拿到一個銅牌 這個是銅牌吧 好啦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啦 那我們 下次實況會是什麼時候呢 不知道啦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喜歡我的影片 然後繼續追蹤動態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